一名女乘客向电造车司机要求 使用无收费站路线招对方拒绝后不满 当下联系电造车平台投诉司机 接获警告通知后被激怒 初暴驱赶女乘客下车将她丢包在大道房 当时女乘客将整个过程 用手机拍下根据网传视频显示 这名华一男司机对后座女乘客说道 随后将车停在大道房 在大道房视频中只听见她不断发出犀利惨叫声 被拉下车后站在路边哭得不能自给 女乘客之后报案 15悲警区主任古马沙里曼助理总监直出 根据女乘客投报警方逮捕28岁涉案司机 嫌犯于6月19日在刑事罚点324 持武器伤人罪名下面控被罚款2000令吉 若为言粗暴可以解决问题 那要法律来做什么